心有灵犀 心情释放 心燃如水的声音 你又看错了 你要表明要给你贴个老婆眼镜啊 特别安心的倾听 你的眼睛一个大一个小 天生的啊 他是你的贴心好友 麻烦 你是个大麻烦 又麻烦了 但是我可以 心有灵犀 穿越寂静城市的一抹另类蓝色 回味人染光阴的一道别样的风景 音乐地铁 我把风景给了你 日子给了它 我把笑容给了你 宽容给了它 我把风影给了你 时间给了它 我把眼里给了你 我把照片给了你 月灵给了它 我把颜色给了你 梦境给了它 我把距离给了你 午夜给了它 我把烟花给了你 前日给了它 我把电影表给了你 我把座位给了它 我把烛光给了你 晚餐给了它 我把梦境给了你 麦克风给它 空影给了你 花味给了它 我把清洁给了你 结局给了它 我把水桥写给了你 十二席给了它 我把星期给了你 身体给了它 从来什么 前面不留校 爱也没有 如果还有爱上 让风吹淡淡 如果还有怀恶 如果还有怀恶 我把风吹给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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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笑容给了你 我把风吹给了你 时间给了他 责任给了他 我把电话给了你 我把节日给了他 我把电条给了你 我把作业给了他 我把春风给了你 晚餐给了他 我把特定给了你 每个红笔给他 我把心给了你 身体给了他 我把他记得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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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记得了你 我把你留下 你把我看在一起 如果我还有快乐 如果我还有爱上 当风吹的它 如果我还有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觉得这个人在现在会有点拔拉 我觉得这个拔拉倒不是说他音乐的拔拉 是说大家那种心态的拔拉 觉得欣赏他的音乐是一种品味的象征 其实并不是这样 其实真的不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今天节目蛮难做就在于说 有太多的人喜欢他 而太多的人用不同的角度 用自己的这个心态去衡量他 这样的话有可能对我们的评价 会来得更加的挑剔一些 正好应景是因为 有一场他的演唱会在上台举行吗 本来那次演唱会 Jeremy 还没有打算去看的 是被逼无奈陪人去看 几乎你看完的感受是怎样 震撼到了 特别是我觉得 那天太牛就在于刮风下雨 变闪雷鸣 对对对 而且上一次的2000年的演唱会 我也有去看 虽然话一样的不多 但是我记得2000年的演唱会 他真的一句话都没说 但上周五他说了一些话 说的不多 但是蛮让人感动的 蛮惊炼的而且你知道大的 扩音的音响听出来其实都是差不多 我并没有感觉到他的发挥哪里不好 但他却真的他说他自己感觉 今天发挥一般 对一般 对结果后来被这个不知所云的晚报记者 然后写了一些不知所云的报道 你记得吗 上次你采访川红蓝 他说一定不要信报纸的 对除了死人的消息 也不能完全信 有时候会觉得这算是一个蛮可悲的 这个娱乐圈的娱乐圈的媒体的现象 但又是说提醒大家以后看任何的文字报道的时候 多留一个心眼 保持一部分存疑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所以今天我们在讨论王飞这个话题的背景音乐 我选择的是我个人认为 王飞从89年出道至今 最有音乐性的一张专辑 那就是96年 他在心意宝最后一张个人专辑浮躁 我们先来听听吧 因为我觉得今天拿这个不留做开场白 应该也算是蛮特别的一个选择 就是没看到要选这首歌曲 其实在江爱这张专辑中 我是最欣赏这首歌 你是欣赏他的这个词部分的跳跃还是 对对他歌词部分的铺陈 我觉得很有特色 当然这张专辑也被这个李大师做出过批评 但是那天我在跟朋友讨论说 我说现在王飞厉害就厉害的 他出任何的一张专辑 任何的一首歌 他的名字 他的嗓音就是一个质量的保证 他就是好听 没有办法 就是做到了音乐最完美的一个标准 而且他的那种风格是 别人真的是很难去模仿 或者他的嗓音人家可以去模仿 我记得 或者那种甩枪的调度 对我记得以前 我上了一家唱片公司的歌手赵默 就是很像台湾的 你还记不记得以前 红星唱片公司有个叫希丽纳伊的 希丽纳伊对对对对 他当时甩的时候 跟差不多跟王飞同时 同时期开始甩掉的 不过呢 王飞到底还是只有一个 今天我们就会听到这个 心意宝时期最后的一张王飞的专辑 对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吧 好 不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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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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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